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當大家第一眼看著對方的樣子 最多人留意是對方哪一部分呢? 如果我第一眼看著Yanny的樣子 我想我一定不用想 一定是看著你的眼睛 因為Yanny的眼睛真是永遠有神 非常吸正 當我問我對子女有沒有做功課的時候 我就一定是看著她的眼睛 因為一看就知道她們有沒有撒謊 眼睛真的騙不到人 先看眼睛 我覺得最重要是輪廓 鼻子 眼睛 下巴 眼睛 那一定是看眼睛 一看她是否友善 一看她就說很兇 有些人看她就很友善地向她點頭 你戴口罩都只是展示眼睛 眼睛大大腿味好看 為何我鼻子最凸出來的東西 我眼睛紋 我覺得下巴也影響整個面容 她跟你有沒有眼神接觸 她是否真是深的說話是否跟你說明 敷衍你 你完全是對眼睛可以看到 五官堅證就是漂亮的了 大家好,歡迎收看醫生與你 今集繼續有我梁肯寧 Maggie和蘇外恩醫生 Yanny為大家主持節目 說到眼睛 我們今天的嘉賓一定說到很多眼睛 醫學美容的資料給大家知道 先介紹一下 身邊的就是中大醫學院 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副教授 莊金龍醫生 謝謝莊醫生 眼睛一向都叫做靈魂之窗 除了外觀之外 其實它的功能才是最重要的 以往通常我們都是因為視力的問題 而去做眼的矯形手術 但是現在很多人都是為了 追求外觀上的尾 而去做這些手術 你覺得在這幾年裡 眼部醫學美容又有什麼變化呢 現代人對於自己的顏值要求 越來越高 所以往往都會在有小問題出現的時候 已經提早找專家去做一些治療和助理 所以我們發覺年齡比以往的確下降了 還有現在男女平等 也不僅是女士才會對於自己的外觀 顏值有要求 很多男士去到某一個階段 都想自己變得更加年輕 更加有競爭力 莊醫生,你說得很對 有時在街上見到很多男士越來越貪美 看來貪美也不再是女士的專利 另外我想問問有哪些眼部疾病 是功能性的眼疾病 是一定要做一個矯形的手術的 最常見有哪幾種 最常見我相信可以說是突眼症 突眼症即是病人的眼球附近 或者後面出現了一些問題 最常見就是甲狀腺相關的眼病 或者不幸運,病人有真或假的眼腫瘤 在眼球的後面 令到眼球突出這些不僅有功能性的問題 甚至有些病人會因此失去視力 第二個很常見 和眼整形有關的疾病 就是眼皮下垂 其實為何會出現眼皮下垂 眼皮下垂是眼皮的位置 最常見的一種病 主要是分幾種 其中一個最常見的原因 就是眼皮根件隨著年紀又鬆脫 病人如果做過不同的眼睛手術 譬如白內障手術、青光眼手術 手術的過程我們要用眼撐 撐開眼皮 時間久了 鬆軟的情況都可能會出現 另外就是肌肉性的原因引致眼皮下垂 先天性的眼皮下垂 往往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的肌肉叫做提年肌 提年肌如果發育不正常 就可以出現先天性的眼皮下垂 另外Yanny你是專家 有神經性的眼皮下垂 其實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 去評估我們眼皮下垂的嚴重程度 又去到什麼階段 我們才需要考慮用手術去醫治 往往眼科醫生都有一些客觀的標準 譬如幫病人在正面量度眼皮的位置 就是說眼皮究竟遮住眼睛有多少 另外會不會遮住視軸 我們說的是瞳孔的位置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要幫病人量度提年肌的功能 提年肌的功能就是病人望到最低 跟著望到最高 眼皮的位置的幅度範圍 是一個客觀的標準 剛剛提到的都是一些 因為功能上的問題 而非不得已一定要做的矯形手術 但現在越來越多人貪美了 可不可以分享一些 純粹為了追求美觀而做的整形手術 其實我們發覺 人對於自己的眼睛的外觀要求 不外乎幾個 其中一個就是看得越多眼睛越好 所以你可以用一個向四方發展的概念去考慮 甚麼意思呢 有些人要求自己的眼睛變大一點 做眼皮的手術 或者那個病人本身 好像你一樣 眼睛已經很大的話 我們就可以想 會不會有辦法 視覺上令到眼睛再大一點 就所謂做雙眼皮的手術 另外去到某個年紀 我們會出現一些退化的現象 出現了眼袋 所以眼袋的手術也是非常普遍的 東方人的內眼角 往往跟西方人有分別 所以大家都可能聽過 有開眼頭或是開眼尾的手術 這個四方面的發展 都是令到眼睛看起來更大一點 但始終我們東方人的輪廓 都沒有西方人那麼深 所以雙眼皮都不像他們那麼明顯 這是否一個原因 令到很多東方人都很想做雙眼皮呢 說得沒錯 其實剛才也說過雙眼皮 就像女士在眼部做化妝一樣 令到眼睛在視覺上看起來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個的確是全世界 最常做的眼睛美容手術 但很多人都說不同的審美觀 和潮流是不斷地轉 有沒有病人其實喜歡單眼皮多一點 走來找你做單眼皮手術的 有,其實最多的例子 就是有些病人本身是單眼皮 做了雙眼皮手術之後 非常之後悔 不單止可能病人自己覺得 那個效果不滿意 尤其是可能身邊的朋友 家人或者配偶對於那個手術的效果 覺得不滿意 所以就想做回頭了 其實香港人很喜歡播劇 一夜睡我們就會出齊了黑眼圈 這個眼袋 甚至乎有淚溝 其實這三兄弟 他是先天性還是後天的成分多呢 往往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 天生有個黑眼圈和眼袋 其實我逐個逐個說 所謂的淚溝是一個很美麗的名字 我們哭的時候 眼淚會經過內眼角的位置 去到中面哭 這個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就有淚溝的位置 淚溝其實是甚麼呢 就是說 其實眼窩本身有很多根膜 即是說在眼腔這個骨頭 表面是有一些根膜的組織 去維持著面和眼腔的構造 不過隨著年紀和時間的原因 眼皮下面的一些骨膠原組織 膠原蛋白就隨著時間流失 所以那個淚溝就會明顯了 小朋友如果有鼻敏感 或者經常擦眼的話 那些位置 眼睛附近的位置 血管擴張甚至充血 那就容易出現所謂的黑眼圈 不過大家所著重的 就是說成年人的黑眼圈 成年人的黑眼圈 主要是分色素型和結構型 當然如果又有色素型 又有結構型又有充血型 我們就叫做混合型 對於那些有遺傳性的黑眼圈來說 其實是否睡覺未必可以改善呢 其實最主要是處理他們的充血問題 譬如小朋友如果出現 有眼鼻敏感的情況 經常擦眼有鼻敏感打黑肢的話 當然需要找專科的兒科醫生做一個處理 但是如果個別人士發現自己 如果晚上夜睡、熬劇 還要吃個杯麵才睡覺 早上起床有面腫的情況 這樣就可以在生活習慣上做一些調節 另外眼袋、淚溝這些 我們有沒有方法去改善他們呢 其實眼袋是一個蠻複雜的問題 因為不單是隨著年紀 我們的脂肪有增生 那個框架膜隨著年紀有鬆脫 令到這些脂肪更加明顯之外 剛才也有提到黑眼圈是會令到眼海更加明顯 淚溝就是因為有一個骨膠原、膠原蛋白的流失 令到在眼腔附近的位置 這些根膜更加明顯 就像山就越高、峽谷越低一樣 比例上就更加明顯 除了在說下眼皮的位置之外 下眼皮和中面盒本身是一塊面 可以看到一個單一的結構 如果我們的蘋果肌 所謂中面盒有下垂的情況 亦都會令到眼袋更加明顯 手術方面又可不可以改善到這些情況呢 沒錯 我們需要對於眼袋做一個針對性的平衡 看看個別的病人 究竟他的脂肪會不會很多 如果病人純粹是脂肪多的話 我們的確可以透過結膜 就是拉低下眼皮 在結膜裏面開一個傷口 將多餘了的脂肪切除 好處就是沒有外觀上、皮膚上的傷口 但只是適合一些年紀比較輕的病人 他的皮膚還是屬於比較緊緻 年紀大的病人像我這樣 皮膚鬆了 我們就可能需要在下眼圓的位置 做一個切口 將多餘或者鬆弛了的皮膚和肌肉 做一些切除和修補 當然這個不好處 就有可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皮膚傷口 除了是傷口之外 會不會有其他的手術潛在風險呢 下眼皮的手術 或者所謂的眼袋手術 是屬於眼整形手術 一個比較風險大的問題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下眼皮的位置 需要有一個很緊密的關係 包住眼球 往往做完眼袋手術 我們會看到病人有眼皮向外 或者出現閉合不存的問題 這些亦是令到眼整形手術 是一個特別大風險的手術 大家也想對眼更漂亮 希望被人稱讚 但淚溝、黑眼圈、眼袋 大家都很不想要 大家想跟它說再見 但有件事大家都很想要 因為有了它之後 對眼就像會笑一樣 那樣東西就是臥蠶 究竟臥蠶是先天的 還是後天的 以及可以怎樣做出來的 其實臥蠶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的 甚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眼皮之所以可以合得上 是一個圓形 像斜輪一樣的肌肉 我們叫輪窄肌 輪窄肌最近眼皮哪個位置 我們叫做眼鏈板前的輪窄肌 這個部分當我們笑起來的時候 就特別明顯了 尤其是現在在疫情底下 大家都遮住口 如果輪窄肌 所謂臥蠶 明顯的話 就好像被人看上來 經常都笑著這樣 有一些人會認為人緣會好一點 臥蠶這個名字 也是改得非常好的 就像一條躺在那裡的蠶種一樣 如果大家想令到自己的臥蠶 更加明顯 當然可以透過注射的方法 將一些填充劑 譬如透明質酸 打在臥蠶本身的位置 但也可以透過一些微創的手術 經過結膜的傷口 將一些植入物 放在臥蠶本身的位置 即是讓你不笑 臥蠶都比較明顯 但是臥蠶其實很近眼球 當中有甚麼風險和副作用 如果說注射的針藥治療的話 我們都非常擔心 因為在眼球旁邊有很多血管 而這些血管 有機會是會影響到 眼球本身視神經的攻血 所以在眼睛附近做注射 一定要找有經驗的醫生做注射 因為我們聽過不少的個案 在眼球附近做一些醫學美容的注射 引致失明 針藥注射有一個很嚴重的風險 但外科手術放在植入物 亦都有它要留意的地方 這些植入物本身和身體 會否出現排斥 移位感染的問題 這些都值得大家考慮 莊醫生 你自己有沒有接手過一些 整形失敗後的個案 其實當大家對於自己的外觀要求 越來越多 而透過社交媒體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方法 去對眼睛的外觀 作於一個改善的話 我們越來越多接收到一些 做完眼部整形之後 不滿意的例子 不滿意的例子 可以說是不對稱 或者那個效果不明顯 或者是太過誇張 不過我們作為眼科醫生 最擔心就是在說 在眼部治療完之後 如果眼皮的位置不正常 包括外翻、內翻 或者眼皮不能夠包著眼 我們稱為閉合不存 這些就會直接影響到自力 我們其實說過很多不同的 眼部整形手術 我們應該何時選擇找眼科醫生 何時找整形外科醫生 簡單來說 就是眼科的整形 或者眼部的整形 找眼科專門做眼整形的醫生 其他器官也可能會找 相對專業的專科醫生 去做一個治療 身體其他部分才可能會考慮 找整形外科醫生 不過隨著病人和醫生 他們的技術 有不同的改善 這個分野都是比較模糊的 作為一個眼科的專業醫生 你會不會有一條標準線 去決定我們何時需要做手術 或者做多少才要求呢 就著眼皮下垂 作為一個例子 如果病人兩隻眼的位置 相差多於兩毫米 兩mm 或者病人需要抬起頭看東西 或者是要用眼眉 即是持額機 去撐大眼睛看東西的話 我們相信這些病人實際上 有功能上的 需要去做眼皮下垂的手術 當然如果要很客觀地去畫一條線 我相信是一個視野檢查 眼科醫生就有辦法知道 究竟病人視野會不會是 因為眼皮下垂的硬估 受到影響 東方人很多時 就是最好做了都不知道 最重要是自然 那你的看法又是怎樣呢 我非常同意 其實在我接觸過的東方 或者是我各人身上 大家對於整容的看法非常不同 我自己覺得 大部分的東方人 都會想做回自己 即是說男士不好做完之後 覺得女性化了 或者是如果自己是屬於 七八十歲的病人 就做到五六十歲好一點 或者我們會有一個這樣的看法 就是做完整容整形手術之後 病人會被人看上來精神一點 拍力比較好一點 另外一件事就是 東方人和西方人 一個很大的分別 東方人往往不是太想 身邊的人知道自己做了手術 但是西方人往往想突出自己 不介意被人知道 怎樣又可以不讓人知道呢 有時候我們都會建議病人 在做完手術之後 改變一下髮型 改變一下醫著 身邊的人就沒那麼容易察覺了 今天很感謝Kevin 跟我們分享了很多有關 眼部醫學美容的資訊 既然眼睛是靈魂之窗 大家就要好好保護它了 在決定進行醫學美容之前 最重要是考慮到自己的實際需要 和潛在風險 不要麻木地去追求完美 看下去自然順眼就是最好的了 下一集我們會跟大家研究一下 其實要皮膚漂亮 都不一定要大灑金錢 在飲食或者生活細節上 都可以做到美容的效果 千萬別錯過了 當大家第一眼看著對方的樣子 最多人留意就是對方的眼睛 因為戴著口罩 只能看到對方的眼睛 美國2012年 抗家學院課 阿牧 大 ! seus